《鱼雷》作品 一道生门喜二空 三藏零四恩 无界从流根去无尽 众生念弥陀繁星 我是鱼雷 六祖谈经有言 佛向心中做 莫向心外求 自信你即是众生 自信觉即是佛 作禅可以使我们的血行保持正常 达到有病治病无病保健的目的 它作为精神力集中的一种锻炼术 可以补虚导致 使心定而契合 契合则血顺 使活力热力渐渐发挥治疗作用 静坐的时候 一切放下 身心收敛 外境不扰 内无心律 栩栩入定 借着呼吸的作用 使横隔肌上下动作 逐出腹部的淤血 返回心脏 使全身的机能更加协调 心沉代谢更加圆满 首先 坐前要准备 室内一安静 凳床都可以 衣宽带松 全身放松 然后调身 身调则脉调 脉调则气调 气调则心调 第一盘腿 坐姿端正 单盘双盘都可以 最开始也可以不盘 胸微情使心窝下降 横隔肌松弛 臀部稍向后突 两手扬掌 左手在下 右手在上 两拇指相对 贴近小腹放在腿上 自然安逝 助长定力 头颈正直 双眼微闭 充耳不闻 以鼻呼吸 接下来调息 使呼吸神经中枢 和意念思维神经中枢 协调平衡一致 体内各种内分泌激素 却会自然地调整平衡 以复时呼吸 属息 心系一处 反照内观 反照内观 也有很多人 喜欢燃香 喜欢燃香 其实香与佛教的养生 也有着莫大的关系 香在梵语中叫建达 古代印度传说中有香神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钱达婆 她不食酒肉 为求香味为食 以滋阴身 所以说钱达婆 也叫建达婆 又叫香神 后来演为佛教护法的 天龙八部之一 《咸淤经》第六卷记载 佛陀当年住在祁园时 长者福提纳建造了一座 沾坛堂 准备礼敬佛陀 他手持香炉物 遥望祁园 焚香礼敬 香烟鸟鸟 飘望祁园 许许地降在了佛陀头顶 形成一顶香云盖 佛陀之息 就来到了 富奇纳的詹坛堂 根据这个传说 香是可以把信心 通达于佛的一种媒介 所以经文上称 香为佛史 这也是佛教中 以香敬佛的缘起 在佛教中 以檀香 陈香两种香共佛 更是一种虔诚的 真诚的供养 等于供养六波罗蜜 佛教认为 通过修行戒 定 慧 解脱 和解脱之见 这五种功德 可以成佛 这是真正的 五分法身香 只通过我们的身口 一修行 使自己的心清静 生起觉悟和智慧 以此供佛 或称礼供佛 或心相供佛 佛教徒在焚香的时候 经常会唱 香赞 这也是焚香供佛的 又一个象征意义 共相表达了一种 虔诚恭敬的心态 一种真心的愿望 或者期盼 一种与诸佛菩萨 交流的信息 一种愿力 悲心和菩提心的发露 所以 每一支香 都是一种愿望的 表达和代表 上香一般用单数 一支或三支 一支表示一心向佛 三支表示 礼敬佛法僧 或者表示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 恭敬礼佛 或者表示戒定慧 或者表示断一切恶 修一切善 度一切众生 这种祈福的香 在燃烧的时候 释放出芳香的气味 可以提神醒脑 除烦去燥 除慧除婚 使人易入定修行 经常闻之 可以增益精气 令身方洁 颜色兴盛 心神悦乐 耳目精明 延年益寿 本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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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草纲目讲 沉香味心 微温无毒 煮至风水毒肿去恶气 用九煮符之 致心腹痛 祸乱中恶 调中 补五脏 一经壮阳 暖腰息 直转筋 吐泻冷气 破正壁 冷风麻痹 骨节不韧 风湿皮肤搔痒 气力 补幼圣命门 补脾胃及谈弦 血出于脾 意气和神 佛教徒也经常要欣赏各种佛教音乐 中国的佛教音乐 是中国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佛教作为宗教 音乐作为艺术 佛教的传播也以音乐作为一种媒介手段 佛教传入东土以后 其音乐风靡天下 而音乐的感染力和传播功能比其他艺术更强烈 同时佛教音乐特有的韵味 很吻合人们宗教膜拜和祈求幸福的心理 其音清兴典雅 超凡脱俗 其韵幽远深长 唱者身心合一 勿我两望 闻者胸襟豁然 神游情动 使人意念净化 与鸟鸟音声中细细体味人生真谛 佛教音乐对于非佛教徒来说 同样可以欣赏 领略佛教文化深邃的含义 产生净化心灵的效果 佛教音乐能够让心灵统一调和 从而达到感觉之美 达到佛教所说的 长 乐 我 静 享受安详 一个心灵安详的人 就会使自己的身体无穷受益 之前我们提到过 佛家很多高僧的寿命 超出皇帝和一般人 可见佛法中隐藏着长寿的因子 这些因子在滋养着佛教信徒的身心 最终使他们普遍高寿 下一集 我们要就这些方面的问题做些探讨 来解析与探秘 僧人高寿的原因 我是玉雷 下集再会 鱼雷 渡人没渡计 我去翻 我去翻 这 你 请更难 忘记 请更 忘记 房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人没独击 独人没独击 逃去方圈圈衣 请更难忘记 请更难忘记 难忘记